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新買的水彩 看看是什麼牌子 就是這個俄羅斯的白夜水彩 這盒有12色的 為什麼我特別要介紹它呢 因為香港暫時還沒得賣 我也是在網上買的 一起拆開去看看 你看到那個顏色不太多 是比較基本一點的 但我覺得都夠用了 可以自己混合不同的顏色出來用 它設計很簡單 有一個紙盒 裡面已經是顏色 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東西 一會兒會跟大家試一下它的顏色 但在試顏色之前 我很想說我們要做一些東西 給一些舊的顏色來看你就明白了 這個呢 就是我合舊的顏色來的 你看到呢 這些深色或者這些 都是很難分辨的 因為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當你覺得譬如這個顏色 你想再配上去 再撕回你 不知道怎樣撕 所以呢 我就會用一張這樣的顏色卡 我試這個這樣 這個顏色卡 就用回我平時用開的水彩紙去製製的 那裡面有了12隻顏色 牌子 還有它那個號碼的 那會跟這個去配合顏色 那現在呢 看看怎樣去開始我們的水彩顏料工具先 那大家看到呢 我已經預備了 我要將會擠水彩的工具 那看一下這個水彩條色盒先 其實不是什麼貴的牌子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水彩塑膠條色盒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呢 是它的那個格數要夠啦 還有就是你要試一下它 不要說爛了 熬了 尤其是這個膠位呢 要試清楚咯 那事不宜遲呢 我現在跟大家撕顏色了 那我自己呢 就會由最淺色開始一下去 就是我的習慣了 那怎樣撕呢 那大家留意呢 其實水彩很多時候都要開封的 那由於剛才時間關係 我已經開了的了 那我撕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圍著整個方形都會撕光它 這樣撕的 那我在這裏 那我撕的東西 我給你一個拿出來 那我撕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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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方的位置放清水 放一半左右 印毛巾 我要做的顏色卡 這是黃色 第一格 每一格都會比較濃 慢慢要淡 印一隻毛巾 要有毛巾 弄淡 就會由濃至淡 然後又是洗筆 有毛巾 我又是拿一些清水 可以做隔離 但記住不要觸碰到 顏色也不要觸碰到隔離 否則顏色會漏來漏去 我用毛巾 拿這個黃色出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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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